德國議員呼籲 要惡國付出代價 溫獲重大戰果 第三隊增援阿夫迪富卡 無人機大軍成立 俄本島要造仰 吸血鬼防空系統 捏殺俄軍機 俄軍選擇超過3000彈劾 老舊呼船被迫上場 有分析資訊 雖然國防軍力 國土面積 人口數量 經濟規模等方面都不如俄羅斯 但可以充分發揮對俄羅斯本島防空系統的特點 衝壓打擊 德國聯邦議員議員 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國防和外交政策影子部長 羅德里希 基塞維特甚至公開呼籲 烏克戰爭 應轉移到俄羅斯聯邦境內 他表示 如果烏克失敗 幾百萬烏克人進離開家園 歐盟的凝聚力 亦將不復存在 這將表明 西方無法阻止俄羅斯的抗進 後果將不暗撤上 基塞維特指信 必須摧毀俄羅斯的軍事設施和總部 必須尽一切可力 西方不單能夠打擊俄羅斯的煉油廠 再能夠打擊各中央部位 指揮所和軍工廠 現在是時候要有俄羅斯的意識到 獨裁者就在犧牲俄羅斯的未來 他還強調 預計在總理奧拉夫 書以遲熱速對美國的訪問 回到德國後 會決定將金木座導彈交給烏克蘭 這對烏克蘭來說 絕對是一個期盼已久的好消息 近日 莫斯坊附近一家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的煉油廠 遭受襲擊後 發生了防罪 烏克蘭忘記了襲擊 則在持續影響俄羅斯的能源經濟 戰場上 烏克蘭亦積極對抗俄軍 好消息 烏克蘭軍隊罕見地出開俄羅斯最新型的防空系統 S350勇士的50P6A發射器 被俄軍造成沉重打擊 同時 因為26歲的俄羅斯空天軍卡馬爾直升機飛行員終於被擊斃 X帳號烏克蘭納特更自出 烏克蘭近日取得重大戰果 好了 遠程炮兵部隊成功出為俄軍的12個部隊集結地 兩個指揮所 三處防空系統位置 四個火炮系統 兩個彈藥副以及一個電子戰系統 這些有重的打擊 對俄軍作戰能力造成了嚴重破壞 俄軍部隊集結地 以及指揮所被摧毀 這削弱了敵軍協調進攻的能力 瓦解了它的指揮和控制結構 此外 俄軍對防空偽動和火炮安倉點的打擊 削弱了俄軍隊伍的空中支援 以及持續火力壓制的能力 值得關注的是 在羅伯貴碟西立一個關院的戰略地區 一次獨立的交戰中 烏克蘭成功擊退了俄軍大規模的機能研發突擊 這次交戰中 烏克仇軍成功出圍大量俄軍裝備 將一部輸入了敵軍的戰鬥力 在黑松 烏克仇軍到河後 已完全佔定了哈立基地區 當地出水塔上 重新升起了烏克國旗 沙波羅爾方向 烏克第65機械法律的烏克士兵成功捍衛陣地 在羅伯泰尼附近 呼和12名俄羅斯近衛第差一魔暴化步兵的士兵 最後消息持續 烏克坦克部隊的炮式坦克在阿福迪福加地區 正在最後檢查後 已開始部署 一些烏軍士兵正在以小隊形式穿越阿福迪福加 指導重新構建陣地 烏軍防守阿福迪福加的1110機械法女指揮官 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 目前1110女在阿福迪福加地區 已堅守了兩年這麼久 皮比巴赫極衰換防 令俄軍目前的進攻比較吃力 但是增援部隊已經抵達前線 戰況將右鎖轉變 現在最大的問題 並不是烏軍不能夠打 而是缺乏彈藥 在阿福迪福加火車站區域 俄軍分兩個方向進攻 西側主要目標是工業大道的烏軍補給線 東南方向真是進攻火車站區域 有消息說 西爾司機緊急將第三敵女兩次人調去這個區域增援 試圖重新管固戰線 奪回重要地區 目前火車站區域戰鬥比較複雜 雙方戰步差異很大 能確認的是工業大道和火車站目前 仍在烏軍控制之中 起司在廣場附近 控制決暫時不清楚 當時焦華廠的烏軍也開始反擊 向西米克附近的烏軍快速一輪進攻 作為打破江湖的2024年新戰略的一部份 目前湖南已經有多達10家公司 即刻製作能夠到達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魔人機 韓正300、500、700和1000公里不等 而且載彈量大大增加 官員還成立第一支魔人機部隊 他計劃在2024年持續打擊俄本土能源指示 影響俄經濟和戰爭投入 讓俄羅斯人充分感受戰爭帶來的代價 不過俄軍最近幾天 亦連續消亡無人機導彈襲擊烏克蘭後方 由於烏軍防空系統缺乏彈藥 俄軍襲擊造成的損失明顯上升 報導顯示 俄軍近日對哈爾科夫進行毀滅性打擊 2月9日晚上羅斯莫基的襲擊造成燃料洩漏 導致居密區發生大規模火災 哈爾科夫地區軍事管理局報告說 這場大火奪走7個人生命 其中包括3名兒童 甚至私人房屋被燒毀 2月12日 基庫鑑識科學研究所分析證實 俄斯上午還以極音速耗食飛彈攻打基庫 這是在俄烏戰爭中俄軍首度使用耗石飛彈 對烏克蘭防空系統構成新的挑戰 研究所聲明沒有提到俄方日前 是從陸地或海上發射這款武器 聲明皆自信 在層階上找到的標誌顯示 這款武器是最近才組裝完成的 根據俄羅斯的說法 耗石飛彈射程可以達到1,000公里 飛行速度為音速的9倍 軍事分析師自信 這款飛彈的出道屬於極音速 能大幅縮短火力防空度等反應時間 得到防不勝防 而且具有攻擊和摧毀彈型 中心和堅固目標的能力 俄羅斯曾表示 已在2022年6月完成耗石飛彈的測試 俄羅斯總統普吉則盛請 耗石飛彈是無可不敵的新一代武器系統一部份 在軍備領域 烏南亦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 烏南海軍新聞部門發布的影片顯示 烏南部隊即使用美國援助的吸越軌防空系統 在烏南港市奧德萨上空擊落俄軍無人機 美方實際顯示 在2023年8月 美國支援烏南高達3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中 首次出現L3Hellis公司開發的吸越軌系統 好了一共收錄了美國承諾的14套吸越軌系統中的4套 交換完成後 很快就投入到戰場上使用 吸越軌的全名是 模組化車輛兼容情報監視偵察托本式火箭系統 是由L3Hellis公司推出的小型裝備 可以進行地面攻擊和反外機任務 由一組雷達偵測器和一組四聯裝先進精確殺傷武器系統 七十毫米精準防空系統火箭發射器組成 吸越軌由於採用模組化方式安裝 因此任何車輪無論是商用或是軍用 只要有空間就可以安裝了 可以大幅增加火棍戰術彈性 其他這款防空系統 接下來得到更廣泛的應用 出了更多好成績 據統計 侵攻戰事持續兩年 俄軍已經選擇超過3,000部坦克 這數字 相對俄羅斯戰前全部應用坦克的數量 總部位於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 在他的年度軍事平衡報告中表示 莫斯福正在調取庫存 來解決戰場上坦克數量不足的問題 目前已經調出幾千部坦克 有時甚至每個月調出九個坦克 但是都是一些老舊的坦克裝備 報告中指訊 盡過俄羅斯的船室慘重 但是蘇勵龐特的庫存 意味著莫斯科說他可以再堅持三年 即使這樣會使得俄羅斯遭受嚴重損失 另外 雖然老舊坦克技術水平不高 但仍然可以被箭上場 表明 無論俄羅斯是否有能力生產新型設備 它的戰斷力都是不可小低的 根據軍事平衡數據 俄羅斯現役主戰坦克數量為1750部 其中包括加年歷史的T-55坦克 以及現代化的T-80和T-90坦克 此外 俄羅斯可能還擁有4000部全處的舊坦克 夏威夷太平洋論壇之狼拳兼職研究員尼爾認為 處外的三支部坦克中 一些可能是較舊坦克 因此 最大問題是俄羅斯軍還剩下多少最先進的坦克 用於未來的增進工 俄羅斯工業高管聲稱 目前俄羅斯軍事產量激震 俄羅斯官員計劃恢復T-80坦克的生產 但外界認為俄羅斯在受到西方製作的情況下 生產新型坦克和其他武器 對俄羅斯旁大軍工工業將構成挑戰 自從戰爭爆發而來 烏拉亦遭受巨大損失 但得以西方提供的軍事支援 烏拉第二提供軍備質量並保持庫存 在美國參議院準備通過一項 針對烏拉的進一步軍事援助法案之際 烏拉指導官表示 他們準備在長達1000公里的戰線上 繼續反擊俄羅斯軍隊 烏拉第二面部隊指導官 阿山迪西斯基表示 我們的目標保持不變 堅守陣地 同學造成俄軍最大損身 來消耗敵人的戰鬥力 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戰鬥室節目 希望大家和我們點贊 轉發我們的節目 亦請點擊訂閱按鈕並打一次力檔 這樣就會錯過最新的節目了 多謝你的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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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